好 这里为您呈见的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 大家好我是资深赛 这场比赛是六十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国际俱乐部的陈锦元 南方选手是来自西班牙的赛德里克希尔瓦 是 那今天是陈锦元在武林峰的第二场比赛 他面对是美丽死神的前弟子 前弟子是赛德里克 陈锦元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阵的哪位 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呢 张金虎对阵张金虎的期间被张金虎击倒过一次 最后是打完赛回合 今天两位在身高上还是有差距的 陈锦元的身高是1米75 西班牙的赛德里克身高是1米65 是 因为陈锦元过去场打的是65到63公斤级的比赛 然后打60公斤呢 其实在他武林峰第一场首秀的时候就是比较不适应降中太多了 他就输给张金虎 相对的这一个赛德里克是比较壮的 那过去呢赛德里克在武林峰的首秀 他跟很多老外一样不知天高地厚 不看对手视频就来武林峰打比赛 他对上的是朱帅啊 结果就被TKO了 一回合都打不完了 那这一次他跟美丽死神合约齐满 到了泰国授训 在罗杰教练的这个Tiger5拳馆 那特别说的是啊 今天两个拳法都特别经过加强 因为这个陈锦元虽然代表的是新武创新 但是呢他跑到方佩达那边去加强了他的拳法 因为他过去是方佩达在上海体院的师弟 那我们这个赛德里克呢在泰国也受了拳法训练 因为呢这个帕奇特农的拳击教练帕梁 常常去他们馆里面教一些技术 所以呢虽然是赛德里克刚刚换到那个聚了不久 但是相信呢对他的拳法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好继续回到朝上来 今天赛德里克防守非常的严密 但是他脚好像痛了 前脚痛了 这个不知道我们陈锦元有没有发现啊 对加强他的腿法就 是 OK了 哇可能快顶不住了 那但是呢你看这个 你的赛德里克不知道是不是要抓拳法的迎击 要注意一下 现在赛德里克不接腿 但是呢他的前腿大腿肌肉用力绷紧 要去抵抗我们的陈锦元的这个前前脚的低凯 哦 好 嘿嘿嘿 哦 哇 赛德里克其实还是给你的肌肉力量大啊 冲撞起来也把我们的陈锦元挤到另外一边去了 好还有十秒 好接腿漂亮 哎小心这个赛德里克还是一样这个动作有点偏大了 对 对 但是使不上来 是尤其是陈锦元他是 这是他在武林峰的第二场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所呈现出来的技术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 跟他之前差不多 有拳有腿 对 但是还没有看到方费达的风格 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 是 好这是一个半摔 那我们的这个赛德里克 他转换到新的俱乐部啊 第一个就是要穿西装 他们的教练就是不管到哪边都要穿的漂亮亮亮的 每天都要穿吗 到称重也是穿西装 哦 他们说我们练武之人不要给人家感觉上 不要让人家感觉没有气质 他都穿的对不对很高档这样子 你看现在在边角也是穿的西服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因为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到说 这个西班牙的赛德里克 他的拳管的一个特点 对 一定要穿西装 要穿西装 就是要穿西装 现在我们赛德里克在称重的时候就穿了一套紫色的西装 蛮帅的 哎 哦 這個夏淺在一個前手擺拳,還不錯,果然在這個帕奇特隆拳擊教練那邊呢,學到一點拳法的精華。 今天就開我們的陳景元了。 雙方都是眼睛盯著對方的眼睛。 對,尤其是西班牙的塞德里克藍方選手,那個虎視眈眈的。 果然是像一個黑金剛一樣,琼琼有神。 其實今年有一場比賽蠻有意思的,就是對方拳法太好了。 美麗死神全程叫塞德里克改成反架,一直踢腿。 第一回合就把對方踢傷了。 她是正反架都會的。 今天都用正架。 又一次。 這招不錯。 繼續。 哇,現在塞德里克開始用力量去碾壓咯。 塞德里克要注意一下。 陳景元今天就是要把這個拳法的穿透力給打出來。 好,今天的陳景元拳法的穿透力有一點方菲達的感覺了。 但是剛剛的後手即使這個距離抓得不太對。 沒有把力量貫穿進去。 而且說到這個方菲達那個系統。 他們的紅教練常常會說不要打肚子。 打肚子沒用,就是打頭。 每個教練都有他的觀點。 現在陳景元的動作是規範的。 就差了一點這個。 這個賽裏躲得好漂亮。 好,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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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 其實我們的陳景元低坎低有奏效。 但是第二回合沒有繼續成分追擊。 對。 可能忘了,是吧。 對,可能這會打拳比較順一些。 對,可能這會打拳比較順一些。 但是对方刚好拳法也是受到了一些加强 其实这个时候还倒不如再调整一下 因为有些动员比赛结束之后 做采访的时候他们会有讲说 我刚加强了什么什么技术 所以我今天想试验一下 但有的时候在试验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调整的 可是这个很难说 因为这很难得有比赛的机会 你不实验的话 下次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所以就不要以成败来论这个 不要以成败作为结果了 就过程当中 我只要实验了 我所学的技术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可以了 一个实验一个是验收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伴随一生的梦想 中国红 红西凤独家冠名的武林峰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对 这场比赛其实陈锦元 他需要验收两个成果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移动中保持重心的能力 这一点是他一向的不错的 第二个就是他拳法的穿透性 这个就是还是没有打出来 尤其对手很壮的情况之下 要把这个穿透力打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现在蓝方赛德里克积极起来了 好孤颈 双手的控制 对方的头部去攻击对手是我们的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裁判对会有两次的警告 第三次再出现的话就要扣分了 这个一个前摆加上钩拳 这个组合非常的快 还有我们陈锦元的头部防卫的非常好 那陈锦元的推法就是比较可惜 组合偏少了一点 那这也没办法 因为在他们方飞达那边的训练系组 组合本来就不多 就像狙击枪一样 再来 这个赛德里克上钩拳要防一下非常的刁 赛德里克就是要打近身的 这摇闪漂亮 所以今天赛德里克的拳法是有一些进步的 哇一个吸法 护士掉了 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陈锦元的头部的抗击弹能力 能力也是比较弱一点要注意 小心 哇双手估计 又是双手 而且又要联系 第二次的提示 所以我们的 又估计 哇这个是他的习惯 对 这是习惯上 已经打过比赛了还是对规则没有理解 要听裁判的口令 小心 这个蓝方蓝方的教练叫他打拳 只打拳不出腿 所以这时候陈锦元要注意一下咯 好两个换拳 你看谁耐打 小心 又被松鼠估计 可能是这个比赛也快结束了 然后觉得挺能的下降 因为在第三回合出现的时候 肉骨颈最多嘛 对 好 这个故事又掉了 最后的几秒钟 比赛也要摇紧一点 好 比赛因为赛德里克同好不轻苦被扣了一分 也看起来获胜无望了 其实有点可惜啊 其实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这个对规则的理解和遵守 这个非常重要 是 那个这个骨颈 还膝上都有 其实 其实陈锦元已经瞬间有倒了 其实他恢复得非常快 对 这个陈锦元的头部抗击打 还是要加强一下 抬雷拳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 总导演 余梅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